接速了西安的行程 今天就要回哈尔滨了 这里是西安的咸阳机场 午夜的十二天 取登机牌和拖映行李的地方几乎没什么人了 午夜一点过后的大厅里 我带你们逛一逛午夜一点过后的西安咸阳机场 拖映行李和取登机牌的地方都下班了 东航的支机 西部航空公司的自住 南方航空公司的柜台的人都已经休息了 现在是凌晨的一点半左右 空空当大就我一个人 这些都是和我一样第二天早晨登机的人 睡觉了 都在睡觉了 我今天一点也不困 我每天的作息时间基本上都在凌晨的三四点钟才可以睡觉 所以一点钟这个时候我一点都不困 在T1T2航站楼的过道处我居然发现了这里还有睡眠舱 摄影师可以睡觉要的239 不会吧 如果要是这个价格66元就39的话 这是T1T2航站楼的更热闹一点 人更多一点 这里是T2T3航站楼的直击区域 没想到凌晨一点还有这么多人 这个小柜子里面卖的都是西安的一些纪念品 没想到的 还有先对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